大街上,老两口神色匆匆,手里攥着小纸条朝小麦步走去。 老爷子准备过生日了,想让孩子们都回来热闹热闹。 首先打给小女儿,还没开口,电话里就是一顿抱怨。 妈,你不知道我忙啊,没事打什么电话,不就是过生日吗? 生日蛋糕我包了,人就不回去了。 老太太一脸无奈,嘴里念叨着,忙忙忙,都是大忙人。 紧接着打给县城里的大儿子,大宝,知道了知道了,过几天就回去。 大宝一脸不耐烦,手机放下才意识到,坏了,老爷子的生日就在后天,他必须早一点回去,不然拆迁款就没影了。 恰好同事送来两瓶洋酒,刚好作为生日礼物。 这时老婆玉蓉也打了电话,催他赶快出发,拆迁款有十八万,早一点回去,也许就能多分一点。 大宝也被吓了一跳,他知道拆迁款的事,只是没想到那么多。 夫妻俩一商量,立刻赶往火车站。 钱还没见着,玉蓉就开始算计。 二宝还没结婚,三宝是个傻子。 按人头分钱,一定是他们家分的最多。 上车之际,大宝联系了二宝,告诉他老爷子过生日,需要回来一趟。 二宝本不想回来,可听说要分拆迁款,立刻换了口风,表示一定早回家。 二宝是做金融的,早就想通其中的弯弯绕。 为了多分一笔钱,提前雇佣一名女孩,两天提供五百块,表现得好还有提成。 回家后就说是自己媳妇,估计也能多捞一笔。 这是个肥差,女孩没犹豫,收拾行李,准备和二宝一起回家。 另一边,大宝和玉蓉已经来到村口,恰好碰上三宝。 三宝治理有些问题,这些年来一直跟着老两口住。 玉蓉多精明啊,上前嘘寒问暖,还假模假样拿出一块钱,企图套出拆迁款的消息。 三宝傻呵呵的,没说话也没接钱,转身跑开了。 玉蓉有点不满,随口骂了句,吐憋。 回到家后,见到老太太,玉蓉那叫一个热情,左一个妈,右一个爸,简直比亲儿子还亲。 老两口也惊呆了,这个城里媳妇是看不上农村的,今天怎么改口了,还叫得这么亲热。 不仅如此,还有老爷子的生日礼物,说是一件进口羽绒服,和老爷子穿上怎么都不合身,其实就是地摊货。 被玉蓉翻新一遍罢了,老两口还是很高兴,人回来就好,礼不礼物的无所谓。 转天,二宝两口子也回来了,新媳妇上门,老太太很高兴,给了一个大红包,可玉蓉却一脸苦恼。 她装孝顺装一天了,屁都没捞着,现在有多个竞争对手,她怎么会开心起来? 饭桌上一直打听,什么时候结的婚,领证了吗? 结果真被抓住把柄,话里话外都在说,没领证就敢往家带,怕不是有所图谋吧? 女孩本身就是假扮的,根本不敢回嘴。 老两口却一脸尴尬,他们知道这个城里媳妇惦记拆迁款,只是没想到说得如此直接。 恐怕下一句就是,没领证就没资格分钱。 老爷子怕事情闹大,只能放话,等明天三宝媳妇过来,再一起商量分钱的事。 玉蓉越想越不甘心,自己装了一天孝顺,就想着多分一点。 如今钱没得到,还多出两个竞争者,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。 索性找到老两口,妈,你们百年后,三宝可怎么办啊? 这句话说到老太太心里,眼泪直打转,她一直放不下这个傻儿子,所以才提前找了媳妇。 玉蓉紧接着开口了,找媳妇要慎重,不然就是个分家产的白眼狼。 老两口心里已经,不能吧,那孩子看着老实芭蕉,玉蓉抓住机会拱火。 妈,不如我给三宝找个养老院吧,她的那份钱由我保管,保证以后吃喝不愁。 老两口死活不同意,三宝再傻,也不能送去养老院,这是底线,也是原则。 眼看玉蓉还不死心,老爷子忍不住了,十八万,谁也别打主意,等明天我自有安排。 这番话让大宝也有点不高兴,不能因为三弟是个傻子,就把钱全给他吧。 父子俩谁也不让谁,大半夜的吵了很久。 事后,老两口全都明白了,儿子和媳妇明面上看着孝顺,其实被地里都在打拆迁馆的主意。 老爷子心里敌过,这件事必须处理好,不然指不定闹成什么样呢? 其实老爷子还有一件事没说,他得病了,恐怕没几天活头了,本想借这次生日和孩子们好好聚聚,结果闹大了。 老爷子坐在床上,越想越心酸。 第二天一大早,三宝媳妇也来到了,是个农村丫头,还不会说话,可老两口却很满意。 三宝本就傻了点,找个精明的也玩不转啊。 生日宴开始了,一家人各怀鬼胎,都想着如何多搂一点,结果被一个中年女人搅和了。 来到家里就开始撒泼耍混,还把生日蛋糕摔在了地上,整个过程都在咒骂女儿小局,说她是小三,破坏了自己的家庭。 今天过来就是索要赔偿的。 这一幕吓到了老太太,急火攻心,当场晕了过去。 大宝兄弟俩也吓傻了,待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。 最后还是二宝媳妇反应过来,拿着菜刀吓跑了女人。 这一闹,众人才发现不对劲儿,三宝媳妇也不是哑巴啊。 刚刚老太太晕倒,三宝媳妇竟然喊了句妈。 眼看事情暴露,女孩也说出实情,父亲重病,急需一笔钱。 恰好听说老两口拆迁款的事儿,这才起了歹心,想要分一笔钱给父亲治病。 老两口心善,体谅孩子孝顺,包个大红包就让女孩回家了。 这场闹剧后,老两口也没了心思,围在饭桌前场虚短叹,结果又出事儿了。 警察突然找上门,众人还没反应过来,大宝就跪下了,嘴里还一直念叨着, 爸,妈,救救我爸。 原来大宝是单位领导,应酬时喝酒喝多了,醒来后发现,床上多了个年轻女孩, 对方索要十万块,否则就告他抢奸。 大宝没办法,只能打拆迁款的主意,结果发现警察不是找他的。 最近铁路器材频繁丢失,有人举报是三宝偷拿的,警察这才过来了解情况。 众人心急,都开始质问三宝。 大宝更有底气了,拿出领导气派。 快说,到底怎么回事儿,不然送你去派出所。 仿佛刚刚下跪的不是他。 三宝也被吓坏了,嘴里断断续续,给,给爸看病。 其实三宝人傻心不傻,他知道老爷子生病了,需要很多钱,所以就开始捡破烂攒钱。 拆迁款的事情他也知道,可两个哥哥虎视眈眈,根本没想留钱给他。 不得已三宝才盯上了铁路,看着花燕丹,你家人惊呆了,他们没想到老爷子生病了,还是癌症晚期。 到这个份儿上,老爷子也说出实情,他知道子女都是为了钱,可为了能和孩子们聚一聚,老爷子也认了。 只是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儿,其实十八万老爷子早就安排好了。 四个子女每家四万,剩下两万给老太太养老,几个子女怕是指不上了,只能给老太太留一点。 老爷子的话说完,屋内抽泣有声,屋外大雪纷飞,辣眉土蕊。 魔剪子枪菜刀改编自李明小说《飞翔的锅炉》。 老爷子靠手艺养活一大家人,孩子们长大了,也成家了,结果却离他越来越远。 老人心酸,但还想着把拆迁款分给子女,父爱如山,也不过如此了吧。 说起魔剪子枪菜刀的手艺,很多小伙伴不胜唏嘘,童年的回忆变成了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到今天算是彻底失传了。 一条板凳,一块磨石,几声吆喝。 魔剪子,枪菜刀。 魔剪子,枪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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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哈哈哈